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本营时间9月15日 2023年 全国田径激励锦标赛 正在火热的时间当中 今天给大家回介绍的是 男子成人组 师辰100米激励决赛的比赛 而我今天给大家回介绍的主角 就是处在第六跑道的国家队 本场比赛国家队的最大机会对手 就是处在第五跑道的广东队 最终国家队以38秒75的成绩夺第一 主动第一次中国女队也有参加本次比赛 于是国家队分别派出了 黄汇丰 吴勇丽 袁琪 隔曼琪这次的主战 比赛个手国家队就以他们的超强实力 建立了绝对的比赛优势 据说中国女队甩开对手10米远 跑出了43秒67的成绩 无需练度的第一经营决赛 而本次男子国家队分别派出了 陈嘉鹏 谢正夜 严海斌 陈冠峰这次的主战 比赛个手陈嘉鹏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的艰难力众 而广东队第一半选手起跑一般 处在落后的位置 不过陈嘉鹏还不是最快的 第七跑道的安徽学手处在第一位 当一二半交接的时候 安徽队也未落了 于是率先完成了这阶半 而国家队则是第二个才完成了这阶半 不过这个时候只见谢正夜接半后 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实力 一下子就逆转跑回了第一的位置 谢正夜这一半直接碾压对手了 当二三半交接的时候 国家队率先完成了这阶半 而广东队则是第三个才完成了这阶半 第三半只见严海斌接半后 利用他的超强弯道技术继续去建立新优势 当最后半交接的时候 国家队要有领先是第一个完成了这阶半 而广东队依旧是第三个才完成了这阶半 这个时候只见陈光峰接半后 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回头加速能力 直接将对手把多数换回了 而广东队最后半也实现了迷走冲到了第二位 不过陈光峰在最后十米的时候 还是有点发明了 只见陈光峰率先冲过了这阶半 最终国家队甩开对手吴明远 以38秒75的沉浸无悬念 夺得预赛第一进行军战 而广东队以39秒38的成绩获得第二名 除了第一半的沙烧落后 再到后上半的强势爆发甩开对手吴明远夺第一 本次比赛也是为即将要开始的 韩州亚运会做着热身和准备 以期来中国队会有更加精彩的影片 好了本期视频介绍者 看见领域三次有我大手上班 下期再见 ほい